这有一只猫咪 这是什么 这是橘猫吗 我猜应该是橘猫吧 玩什么呢 它肯定抓了一个小东西 在玩呢 我看一看看一看 停下来看一看 在这种胡同里 长大的这种猫咪吧 动物一般都不怕人 因为它每天 这是一只 哦,壁虎 小壁虎 哦,它是在跟它玩 好像是在跟它玩 它并没有想要伤害它 可是壁虎自己恐怕不知道这些吧 看吓得都不敢动了 对,是这壁虎 这种壁虎在这个平房 活动里边一般比较常见 楼房里面有很少 现在我这个位置是在 应该是在二环内 北京的就是内城吧 二环以内 二环内的一些房子 大多数都是以平房为主 过去的老建筑 一直也没有大的改动过 延续至今 在等什么呢 这小猫咪好像好肥呀 这些都是一些新兴的啊 一些新装修的店 都是为了迎合一些商业气息吧 这些楼房 这些平房应该都是私房 个人的私房 哇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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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追不追 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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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哪里去了 跑哪里去了 快找找去 哦 发现了 在前面 哎呦没走远 那壁虎赶紧跑啊 怎么 怎么跑这么一段就不走了呢 又被发现了 被发现了 这猫咪好像还带着 一个一个盘 好像是一个盘有 一股盘 有这个名盘 在这种胡同里长大的这种动物猫咪 一般就是 比较练家 嗯 就是他不会走丢 他玩一会儿 每天玩了以后 还会回家 还会自个回去 而且 他见的事儿 见的人比较多 也比较懂事儿吧 比那个 一般的好像更 更懂一些道理 懂一些事儿似的 我感觉啊 他始终是在跟这个 呃壁虎在玩 但是好像真的没有想伤害他的意思 如果他要想伤害的话 易如反掌 那分分秒秒的事儿 但是他还没有怎么做 哇 动作极其灵敏 好厉害啊你 好厉害啊你 又跑了 哪去了 哪去了 找找 那儿呢 这个壁虎已经下泡胆了我想 这个壁虎已经下泡胆了我想 根本就不敢动 你看 你看我给他照的好吧 你看我给他照的好吧 你再给我照的 还是 人迷返啊 壁虎应该会装死吧 别动了 你就这个直接装死不挺好的吗 嗯 又又抓住了 这爪子 筋得住几下啊 这壁虎瘦小的心躯 我估计这猫咪没有出爪 他要是出爪子的话 这个壁虎早就花了 我不知道啊 他还是在 还是在保护他 没有真正的伤害他 壁虎呢 去哪儿呢 哦 这儿呢 这儿呢 果然在装死 果然在装死 而且是 底调天 底朝天的装死 这个死相 这个样子太像真的了 哎 尾巴没有了 尾巴没有了 太像真的了 一丝不动 可是这个地板很烫的很热的 它能坚持多久啊 地下很烫的今天很热 晒的也一定很烫 能坚持多久啊 冻了冻了 不行了 扛不住了 坚持不住了 太烫了 赶快翻过来吧 翻过来了 快溜吧 快跑吧 快溜吧 你还犹豫什么呢 你小屁虎 玩够了 玩累了 玩完了 玩够了 歇会儿哈 这个大猫咪 还行 你没有伤害他 不错 挺好挺好 你真是一个懂事的乖孩子 这就对了 是不是 你很可爱 我很喜欢你 真棒 好了 再见吧 拜拜 祝你天天都开心 这个胡同呢 全长是632米 宽呢 是6米 路呢 是厘清路面的 这些店铺 都是自家的 这个房子 做的这种修改 做的这种 设计吧 各种创意 也是一种 文化气息 气息比较浓的一个 一个胡同 这个五道营胡同呢 明朝的时候叫 武德卫营 叫武德卫营 后来慢慢的名字 就改成这五道营了 当然也是 当时也是驻扎军队的 一个胡同 如此得名 这个地方呢 是全天开放的 没有任何门票 随时随地可以来 有机会可以在这里边 品尝一些 咖啡 在这小馆里边 有一些咖啡小馆啊 还有一些 小清新的小店铺 可以去逛一逛 走一走 也挺好的 就是今天有点微微的热 如果天气再凉爽一些 像这种 胡同 不行 走一走 转一转 逛一逛 感觉一定特别好 北京的胡同 现在已经不是很多了 尤其是那种原汁原味的那种胡同 越来越少了 更多的是多了一些商业的气息 一些文化气息 老北京土著的那种民俗 民俗 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所以呢 我还是喜欢北京的胡同 我挺喜欢的 一种文化嘛 一种胡同文化 一种老北京的这种文化 值得去追忆 这种东西 也不能变得到 一种文化 明年 为了 像 的文化 广接 天气息 是